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威名赫赫的少年名将 他十八岁时便一战成名 带着八百骑兵千里奔袭匈奴 两次攻冠全军 是西汉时期的名将与民族英雄 他就是霍去病 霍去病在历史上的评价很高 即使在他死后很多年 也依然有人认为在古代将领之中 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便是霍去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受到许多人称赞的名将 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 汉武帝为他送去了数十次好肉 霍去病却宁愿放臭都不吃 也未曾分给手下的将士们分食 但是却给匈奴带来毁灭 为什么霍去病宁愿放臭都不愿吃汉武帝送的好肉 又为什么会给匈奴带来毁灭呢 少年之高 西汉建元元年 在平阳侯府的一个小屋内伴随着一声啼哭 霍去病出生了 和很多人想象中的名门少爷不同 其实刚出生的霍去病身份低微 只是一个女奴与小丽的私生子 并且霍去病的父亲也为工作原因 还早早地与他的母亲失去了联系 所以霍去病从小便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直到霍去病一岁的时候 他的姨母魏子夫被汉武帝刘彻所宠爱 而因为身份的问题 刘彻不能立刻将魏子夫立为皇后 必须先将魏家变成名门大家 才能令魏子夫拥有与皇后匹配的身份 因此刘彻开始有意无意地培养起了魏家 等到霍去病十二岁的时候 刘彻将魏子夫立为了皇后 魏家正是成为了全是滔天的名门大家 而霍去病因此也摇身一变 从女奴之子变成了魏家少爷 过上了十分优渥的生活 然而身份的转变并未让霍去病堕落成 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顽固子弟 反而一心记挂着国家的边境 无时无刻不在被匈奴迫害 因此霍去病一直在锻炼武艺与骑射本领 梦想着有朝一日去剿灭匈奴 而霍去病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还在少年之时霍去病就以善于骑射闻名于京城 再加上身份的特殊 因此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召见 刘彻见了霍去病之后 认为霍去病眼神灵动 头脑聪慧 因此十分的喜爱霍去病 同时也是因为皇后魏子夫对霍去病的看重 刘彻便将霍去病留在了身边 做起了进尘势中 越与霍去病相处 刘彻便越发现了霍去病的不凡 而在一次与霍去病的交流中 刘彻为了讨好自己的皇后 因此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对霍去病表示 要为她修建一座庞大的府邸赏赐赐给她 可谁知道霍去病原本满不笑意的小脸 却瞬间严肃了起来 霍去病对刘彻郑重地行了一礼之后 对刘彻说道 谢谢皇上美意 但是匈奴上未剿灭 霍去病何以加为 刘彻被霍去病成长于富贵家庭 却从来不贪图享乐 反而将国家安危 一直放在心上的第一位的精神所感动 因此便再也不提为霍去病建造府邸的事情 也是从那以后 刘彻更加喜爱霍去病 同时也收起了对霍去病年少的逗乐心理 开始将她当成了一个臣子看待 据说有一次 刘彻许久不见霍去病 便问周围人霍去病最近在干什么 这才得知她一直在研究兵法 而为了防止打扰选择了闭门邪客 刘彻来了兴致 亲自前往霍去病家里去看看她最近闭关的成果 见了霍去病之后 刘彻有一考察霍去病的见解 便对她提出了一些兵法之上的问题 霍去病从善如流 得到了刘彻的肯定 刘彻兴致大发 想要亲自教授获去病一些古代名将诸禄无起 孙子的兵法 但是获去病拒绝了 而理由是顾方略何如尔 不致学古兵法 意思就是说 不需要学古代将士的兵法 只需要在打仗的时候随机应变就行了 刘彻见获去病 对古代名将的兵法不屑一顾 认为此时的获去病年少轻狂 不禁哑然失笑 此时谁也想不到 这个少年未来会真的成为一代名将 汉武帝送肉 在霍去病18岁的时候 匈奴又大肆举兵侵犯西汉边境 得知此事的霍去病怒不可遏 当即请求刘彻 想要领兵出战 击退匈奴 虽然在一开始 刘彻并不愿意霍去病去亲自带兵 因为当时的霍去病毕竟才年仅18 在刘彻看来还是太过年幼 可是架不住霍去病的坚决 因此 刘彻便将霍去病任命为嫖遥校尉 让他跟随大将军魏清 也就是他的舅舅出征 魏清给了霍去病八百青旗 命令他四季而动 这也带有一种保护霍去病的意味在其中 可谁知霍去病不满魏清 不让他领命出战 自己就带着那八百青旗千里奔袭匈奴大军 出战便告捷斩守俘虏匈奴超过2200人 而在之后的作战之中 霍去病带兵友方又时常立下大功 消息传回汉武帝那里 刘彻大喜过望 认为霍去病攻冠全军 封霍去病为冠军后 年纪轻轻的霍去病屡次立下大功 打破了当时西汉百姓眼中 匈奴如同识人恶鬼般的看法 得到了军中将士与百姓的一致爱戴 有一次霍去病出征在即 刘彻担心出征路上没有好酒 好菜供货去病享用 便命人准备了数十车好肉 精米蔬菜等资重不及 给霍去病送去 刘彻对霍去病的重视超过了一般将领 然而却没有人对此有什么反对意见 甚至一度认为这些是应该的 毕竟即使霍去病吃不光 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将士 想来并不会白白浪费那些不及 霍去病接受了那数十车好肉后 谢过了汉武帝便率军出征了 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那数十车好肉霍去病 却从史之中都没有动过 霍去病手底下的将领们 都以为霍去病是为了留着奖励有功之臣 可是即使是在大军得胜归来的时候 霍去病都没有提过那数十车好肉的事情 直到入赛之后 手下提醒霍去病那数十车好肉都已经放臭掉了 霍去病才命人将它们扔掉 霍去病的这一做法令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毕竟行军了那么久 许多士兵平时都是吃不饱 空着肚子打仗的状态 并且大军还是打了大胜仗颁师回朝 霍去病宁愿将那数十车好肉放臭 扔掉都不吃的而是有毒属于它的考量 第一点便是为了剿灭匈奴 很多人其实不解为什么将那数十车肉放臭扔掉 会和剿灭匈奴有关呢 原来纵官或去病练兵打仗的风格 其实都是在快 奇这两个字的基础之上 首先快便是只经骑兵 摆脱了沉重的盔甲 与托慢行军速度的资重不及 追求行军速度 骑则是指出其制胜 霍去病在以前便拒绝了汉武帝刘彻亲自教授 他古代将领兵法的提议 并不是因为他年少轻狂 看不起前人的智慧结晶 恰恰相反 霍去病正是因为太过于熟悉 以至于能够灵活应变 往往兵行其招 打的匈奴是找不找呗 轻骑兵在配上齐招 能够极短的时间内 出现在匈奴意想不到的地方 打匈奴一个措手不及 再配合上主力步兵的正面压制 通常能够有效瓦解匈奴的斗志 击溃敌军 而由霍去病率领的轻骑兵 最为讲究的就是速度 而他们除了随身携带的体积较小 重量较轻却有十分饱腹的干粮外 就只剩下必要的武器 需要进行补给的时候 则取之于敌 将那些匈奴从西汉百姓手中掠夺走的粮食 再抢回来 若是再带上那数十车好肉的话 无疑会极大的拖累轻骑兵的行军速度 第二点 出于对汉武帝的尊重 可能有人会疑惑 既然轻骑兵不能带着那数十车好肉的补给 那给普通步兵分食总是可以的吧 轻骑兵与步兵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获取并率领的轻骑兵 是士兵里精英中的精英 若是由他们分食了那数十车好肉 在刘彻那里还好交代 但是若是发给了那些普通士兵 则是乱了大套了 因为普通士兵数量众多 即使将那数十车的好肉都分光 所有的步兵能不能都吃上肉 这都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如果只分给一部分人的话 哪些人能够吃的 哪些人又不能够吃的 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 大军与匈奴打仗在即 若是真的将那数十车好肉都分了 吃到肉的士兵还好 可以提升士气 可是那些没有吃到肉的士兵 一个没有处理好 引起滑便是小 若是影响了与匈奴作战的胜负 这个后果获去病是万万不想看到的 因此也不能分给普通士兵 这时又有人提出了疑问 获去病手下那么多将领 按照军衔将那数十车好肉 分给他们岂不是美哉 然而事实上 这个方法在当时也是行不通的 要知道 这数十车好肉 其实是刘彻专门为了获去病 一个人准备的 先抛弃 获去病少年名将的身份不谈 刘彻的皇后是获去病的姨母 所以刘彻是获去病的姨父 获去病深得刘彻的喜爱 刘彻对行军在即的获去病 准备点礼物是应该的 只不过汉武帝的身份 为这份礼物加上了一层 黄恩的外衣疤了 也正是这层外衣 令获去病不得不慎重 对待这数十车好肉 获去病若是真的将这些肉 分给了将领们 那么这份恩情该算谁的呢 汉武帝已经将这些肉 送给了获去病 堂堂皇帝也不会和获去病勾心斗角 争夺将领们的心之所属 凭借获去病与汉武帝的关系 想来汉武帝也不会真的与他计较功高盖主的事情 但国家不是刘彻一个人的国家 臣子也不只是获去病一个 总会有些闲言碎语 传到刘彻与获去病耳中 假如一个将领太得人心 甚至声望超过了汉武帝 那在有人从中挑唆 恐怕在亲近的关系 也难免产生间隙 所以获去病即便是为了不令刘彻心烦这些琐事 让自己成为那个重视之地的靶子 也不会选择将那些肉分给将领们 既然青旗兵用不上 普通士兵不够吃 将领们不能分 无奈之下的获去病也只能放任那些好肉臭掉 最终扔在了班师回朝的路上 或许在当时 获去病的做法被士兵与百姓们所不解 甚至为之饱受诟病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 获去病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而以刘彻与获去病的默契程度 刘彻很快便知道了自己送肉这一行为的不妥 也更加明白了获去病的良苦用心 因此在之后的对匈奴作战之中 一度对获去病唯一重任 获去病其实并不在意自己的名声 他的眼中只有对于匈奴屡次进犯国家的愤怒 与保家卫国的坚定之心 不灭匈奴 何以为家 获去病设小家为大家的爱国精神 也是他能够得到汉武帝重用的原因之一 将汉武帝送的数十车好肉宁愿放臭 扔掉也不肯动一下 看似奢侈浪费荒谬的事情 其中却能看出获去病的大智慧 而正是这份大智慧 最终为匈奴带来了毁灭 也令匈奴听到获去病的名字就心惊胆寒 可惜的是 长期在军中的艰苦环境与劳苦生活 令获去病年纪轻轻就身染重病 最终在24岁时便英年早逝 获去病在短短的军律生活中 为汉武帝的军事扩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 却是辉煌的一生 后人对获去病的评价往往极尽赞美之词 有将士认为获去病是为将者的终极追求 史学家也评价他为既勇且谋 具有超乎寻常英雄气概的爱国名将 请不吝点赞美之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